生活懒人包则是要来关心学生们 9月1号要重返校园 面对开学倒数 校方都全面进行了清销作业 而现在还有医师提醒 其实在教室内的通风也很重要 关键就在于电风扇必须要吹对方向 千万不要对着人体直接吹 应该要放在打开的大门或是窗户旁边 让他把气流往外抽送 才能够让空气有效流通 而另外有部分老师一直打不到疫苗 而教育部规定每七天必须要进行一次快筛 才能够入校 被外界质疑是把一线医护人员的标准 套用在老师的身上 适用吗 来听指挥官如何回应 抓紧开学前的最后一个礼拜 卫生局派专人到校彻底清销一遍 但医师提醒这样还不够 想要降低感染风险 这个步骤很重要 如何降低传播风险 医师说通风是一大关键 除了要开门 加上开窗之外 现在就连电风扇该怎么吹 都是一大学问 增加教室通风对防疫很有效 医师提醒记得打开窗户或门和风扇 就可以降低35%确诊几率 但是要注意风扇人人都有 但不是人人都吹对方向 关键是禁止让风扇对着人直接吹 这样只会增加风险 要将它放在打开的大门或是窗户旁边 让它把气流往外抽送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 通风方法用对了 再加上大家乖乖戴上口罩 两者并行 COVID-19的传播率就可以大大下降 百分之四十八 电风扇和风扇我们最主要就是有低速率 中速率和高速率 一定要用低速率 以往它能够使得我们室内的气流流通 然后顺便送出去 防疫大战各大专院校绷紧神经 要在9月1号开学前准备就绪 但全台还是有部分教师打不到疫苗 就必须依照教育部规定 七天提供一次快晒阴性证明才能入校 校方质疑将一线医护人员的标准 套用在他们身上合理吗 打到一定的话 涵盖率到达一定的情况 那这个必要性就没有 真的很为难 学生没疫苗可打 只能拉高教职员的防疫标准 学校安全 才有保障 接下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